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于5号表示 如果在过去两三个月内已经感染Omicron病毒 则不用立即接种加强剂 因为Omicron病毒会加强人体自身的免疫力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预期 美联储的加息幅度可能远超市场预期 戴蒙在给股东的年度信件中提到 经济复苏越强随后的利率就会越高 并指如果美联储做到恰到好处 美国可以有多年的经济增长 通胀最终会消退 他指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过程中 会引发很多恐慌 以及让市场非常的动荡 认为除非市场波动影响实际经济 否则当局不应该担心 因为强劲的经济会胜过市场波动 戴蒙又指出 俄乌战争以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 已经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将拖慢全球经济增长 而摩根大通有可能因为对俄罗斯的直接风险承担 损失超过10亿美元 根据房贷每日新闻的数据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周二上涨超过了5% 达到了5.02% 这是该利率从2011年以来首次跨过这一门槛 去年同期该利率为3.38% 由于联储会抑制通胀的政策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全球经济动荡 自今年年初以来 大致跟随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房贷利率一直在攀升 联储会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对此表示 联储会缩表的步伐将比上次大得多 而且最大的缩表步伐将明显更快地完成 这对债券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经济分析公司CoreLogic周二上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月份的房价比一年前上涨了20% 这已经是连续第12个月出现同比增长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总统拜登于4号表示 应就乌克兰城镇不洽发生的怀疑屠杀平民暴行 以战争罪审判俄罗斯总统普京 拜登表示国际社会都看到 乌克兰不洽镇令人发指的暴行 他指普京犯下了战争罪狠批对方残暴 拜登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们战斗所需要的武器 同时美国会收集所有细节进行战争罪审判 他并呼吁西方国家要对俄罗斯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4号就100亿美元的应期防疫拨款宣布达成协议 将用于购买疫苗疗药病毒检测以及疫苗研发 以应对任何潜在的新型变种病毒 不过拨款数目仍远少于白宫最初所要求的225亿美元 且不包括总值50亿美元协助全球抗击疫情工作的资金 这笔拨款预计只能短期资助项目 白宫也表示将再次向国会申请拨款 因此预计两党会继续在防疫资金上进行角力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则表示 会努力将全球防疫款项纳入其他方案中 又透露两党多名议员有意在春季后半段制定第二笔应急防疫拨款 参议院也将会考虑一个国际拨款总和方案 包括全球防疫拨款及对乌克兰增拨更多的援助金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福克斯新闻台节目中 批评拜登是美国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导致美国通胀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 国内汽油价格上涨7成 极大伤害了美国经济 前总统特朗普也表示 美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为危险的时期 在日前的一次集会上 特朗普表示拜登政府造成经济滞胀 单户家庭将在2022年平均损失5200美元 他还警告表示 尽管美国媒体持续报道 有关俄罗斯伊朗等威胁性的言论 但是美国的最大危险 来自国内病态和激进的政客 他呼吁美国民众中期选举式支持共和党 美国的中期选举将与今年的11月份举行 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交锋不断加剧 欢迎回来 随着Omicron变种继续的传播 疾控中心估计美国每4例新冠确诊病例中 有接近3例为Omicron变种B.A.2感染病例 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1号 当前美国单日新增病例的7天滚动平均值 为26106例 略低于一周前的26309例 因此估计截至4月2号 高传染力的亚型变异株B.A.2 占美国新冠病例的72.2% 比前一周接近57.3%大幅增加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 目前B.A.2占全球所有测区病例的大约86% 虽然已知这一亚变种更具有传染力 但是目前的证据显示 B.A.2导致重症的可能性较低 美国食药局上周已经批准60岁以上 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群 可以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加强剂 以提高抗体水平 美洲其他地区疫情方面 巴西新冠疫情减缓 已于日前松绑入境检疫规定 根据联邦政府日前在国家公布公告的新办法 已经接种疫苗的航空旅客 不再需要出示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未接种疫苗者仍需在登机前 向航空公司出示阴性证明 但抵达巴西后 不会再需要进行14天的隔离 根据新办法 所有入境旅客也不再需要进入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网站 填写旅客健康声明 巴西海关接受国家卫生监督局 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旅客接种疫苗 所在国家当局批准的疫苗 旅客必须出示至少在搭机前14天核发的完整疫苗接种证明 没有完整接种疫苗者仍需出示在登机前24小时进行的抗原或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同样的规则则亦适用于通过陆路和水路抵达巴西的人 加州Sacramento市警方周二逮捕了涉及上个周末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第二名嫌犯 根据警方的介绍 嫌犯为27岁的斯麦利·马丁于周日早些时候在枪击现场被发现 当时他枪伤严重并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救治 随后警方迅速认定他为涉案相关人员 并将在警方的看管下留院 警方还表示斯麦利·马丁是丹德拉·马丁的兄弟 丹德拉·马丁已经于周一被逮捕 警方表示一旦斯麦利·马丁的医疗护理完成 他将被送往Sacramento县的监狱 并将被控背禁人持有枪支和持有相关机关枪的指控 此次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至少120起大规模枪击案 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与周一宣布 此前涉嫌暴力攻击7名亚裔女性的嫌犯 已经被控多项仇恨犯罪相关重罪和情罪指控 检察官布莱格表示 今年的2月27号28岁的扎荣慈 在三个小时内选择性攻击与殴打了7名亚裔女性 导致全部受害者面部受伤 其中一人因为脑震荡住院 并认定嫌犯的犯案动机除了种族之外 没有其他的原因 检方表示 范贤于3月2号被捕 目前被控6项仇恨犯罪3级攻击重罪 和7项仇恨犯罪2级严重骚扰罪轻罪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目前正在调查27起反亚裔仇恨犯罪案 昨日下午一架小型飞机在新泽西州曼维尔市的一处房屋前院坠毁 飞机驾驶员受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这架单引擎的慕尼M20M飞机 于4号下午1点左右在曼维尔市的南大街坠毁 距离其目标着陆地曼维尔机场很近 曼维尔警察局克雷特中卫表示 飞机在着陆时出现问题 可能是因为风向或者机械故障导致 在一处居民区的屋前草坪坠毁 当天上午这架飞机从北卡罗兰纳州格林斯伯勒市 一处机场起飞 目前机上具体人数还未确定 飞机驾驶员受伤但没有生命危险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